我们继续 孙中山先生当年有句名言 叫顺应时代之潮流 合乎人群之需要 这是柳传志 这个四十多年以来 四十年以来 理直气壮的 在一条悟国悟民的 这个历史性的错误的这条道路上 横行 至今的 这样的理由 他合乎了什么时代的潮流呢 就是实用主义的机会主义的 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路线 这个潮流 合乎了什么样的人群之需要呢 就是合乎了邓小平这样的机会主义 加享乐主义 实用主义加享乐主义的 少数的中共权贵特权阶层的 需要 这就是柳传志 一路顺风顺水的 最深层的 原因 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柳传志 如果要不这么搞的话 我这不是替柳传志开脱 但是说一句实话 就是在那样的改革开放的路线下 恰恰是没有任何负担的 光着屁股打天下 白手起家的人正非的华为 才可能真正的走出一条 民族企业向世界科学技术高峰 攀登的这样的一条 一个奋斗的史诗 一篇奋斗的史诗 才能写旧 因为他们了无牵挂 没有任何负担 而恰恰可能是什么呢 是身处中国科学院的联想和柳传志 他们做不到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陷在了这样的一个改 所谓的改革开放的科学的春天里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学的春天 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 在那样的一个春天里 柳传志要不这么干的话 我估计他就干不成联想的 就不可能有 甚至都不可能有联想 早期的十年的创业历史 那就更谈不上今天的联想了 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下 柳传志不这么干的话 很可能就是有人要这么 有人这么干的话 柳传志就被跟尼光尼光南一样的 被一脚踢走了 所以柳传志是 在需要他这样的投机分子的投机的时代 做了投机的事业 不过而已 那么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学的春天呢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大家知道1976年 化业 他们搞了怀仁堂成变 但是有一条 化业他们体制形成之后 他们的初衷还是要继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还是要把毛主席开创了 无产业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这不光是口头上说的 不光是文件是这么写的 他们事实上也确实这么做的 所以当时的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 这个大的动作 有的甚至手笔都因为太大了 是不是 到后来被人家给抓住 说的杨岳进的什么这些东西 但后来事实上什么 事实上可能实作俑者是化 但是呢 真正的被人诟病的杨岳进的具体内容 是在亚平付出了之后 主管的工作里面发生 比如保冈啊什么那些事 所以化业他们刚上来的时候 他们是想大干一番的 是想大干一番社会主义的 所以1977年的时候 化业主长 这个主政的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央 做了一个什么东西 叫1978到1985年 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那相当宏大的那么一个一个规划 总共开了108个重点项目 涵盖了当时的这个这个 国民经济最重要的一些个方向上的 一些极其重要极其重要的 这样的这个这个项目 如果这一把联盖重点项目要真是化业不倒 一直干下去的话 那确实是对整个中国的这个未来 就是那一是非常非常之深远 但是呢 非常不幸 77年的时候他们做了两件事 是让让这最后了啊 最后了相互抵消 第一个就是他们搞了这样这样一个 这个这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刚要108个项目立起来 同时呢他也把这个 这个角目者也给启用起来 就是77年的时候 邓小平恢复了三政 三夫一政的这个领导职务 成了中央的五个决策核心之一 画叶啊 邓李 王 画叶邓李王 那么邓小平就作为这个掘墓人 就开始了 这这这 导画这个过程 那么到了1981年 世界六中全会上 第七宫于一 彻底扳倒了华国锋 画叶体制不在 邓小平全面的掌控 起了中国共产党 用他的话说 他成了二代的核心 胡耀邦接了华国锋 做了中国中央主席 后来改成叫中央总书记 所以到了1982年的时候 在邓小平 胡耀邦他们主导之下 就把1978年的1985年 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刚要里面开列的108个 重点项目 一下就给砍掉了三分之二 这手笔这个大 就剩下了38个项目 而这38个项目到后来 绝大多数都没有执行到底 那么体现在当时的 这个管理系统上来说 那么大家知道 到70年代 中国总共是一级部二级部 三级部四级部 说是啥 一级到七级部八级部 那时候 而顺应了 他们砍掉了 三分之二的这些大项目了之后 那么整个的工业部 就开始一个接一个的 往下砍了 比如说包产到户了 就不需要有八级 这个七级部是八级部 就是农业机械部 农业机化部 陈振仁曾经当过部长的那个部 那就不需要了 不然闹户了是不是 这东西都生锈了 卖废铁了是不是 一个接一个的工业部 就开始往下砍 数百个高精尖的项目 就开始纷纷的下马 然后厂矿院所学校 最后怎么样 都不管了 国家都不管了 通通的推向了社会 甚至直接推向了市场 让你们自毛出路 包括人民解放军 军队要忍耐 所以那时候 包括中国科学院里面的 很多项目 很多所什么的 也都是被抛出去了 所以那时候 中国科学院这样的部门来说 也搞基础科学研究 这个东西不是说 他妈做满 说是左手 接过右手卖出去 他妈就 就倒个短 就能赚钱 就能养活自己 这个东西要长期系统 苦行僧似的 这样的工作 这就和邓雅萍 这个状快钱 搞对外 搞来料加工 建几个特区 然后生产牛仔裤 这就大清静庭了 所以不是有人说 八十年代出的时候 一度中科院下落 包括计算所 那时候 工资怎么发都 一度都成过问题 那怎么办呢 这还是改革 这还是邓小平命名的改革 而改革是天条 谁都不能动 连治医生都不许出来 所以你想在那个时候 对于一般的人来说 正常的人来说 可能还真就是 谁能给我发工资 谁他那样的就是爷 谁就是天 这就是柳传志 这些石油主义者 和机会主义者 生存的深厚的土壤 那么很多人说 那为什么 邓小平上来之后 八十年就把这个 这么多项目砍了那么多 他为什么要砍这些东西 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 推向社会 让他自己自毛生路去 邓小平说什么 一到九二年不是还说吗 九二年南巡说 他老闺女不给他翻译吗 穷了几千年了 连汉堂盛世都没有 大明朝都没有 郑和夏细阳什么都没有 康乾盛世都没有 说中国穷了几千年 用无知 无畏者无知 无知者无畏 按照亚平的理论来说 中国穷了几千年了 又刚刚从文革灾难中走出来 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那时候没有钱 又这样没话说又没钱 国家没有钱 没有钱 你看我们都打越南 死一个解放军战士 一个劣势最多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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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夫婿金才四百五十块钱 有的就两三百块钱一给 就一条人命 为什么呢 穷啊 我们穷 文革灾难造成 但是中国那时候真是那么穷啊 连这个厂矿科研医院所和学校都养不起 起码的基础研究都支持不了 啊 就非得要把那么多那么多的高精尖 高精尖的下马权下马啊 才能够活下来 嗯 那你给那些平反冤架错案过程中 然后给那些老干部们 补发的那些个工资 给他们改善生活 落实待遇等等 这些东西 包括给资本家 给个补偿 补偿的 所有的文化大学十年的时候 那个什么利息啊 什么那些东西 哎 那个时候你们怎么动辄几万几十万的 一家一户的一个人 这头头头眼睛都不眨 就能拿得出钱来 为什么 嗯 为什么1985年 一年就能花上20亿美元 进口 奔驰为主打的 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小轿车 给这些老爷们做 嗯 为什么从1986年到1996年 十年间 中国进口的这种高级轿车 就达到了108万辆 这钱从哪来 这还不是人民币呢 这还是外汇呢 这还是 那个时候不是那个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这个国内是这个这个企业里头 企业最牛的企业 何老板 这个何老板是什么样的 就是你创 有创汇能力的 那就是爷呀 那就是做上宾 啊 柳传志没准就属于这一序列 实际上他就是属于这一序列 哎 那这买这么多小汽车 你怎么就有钱呢 眼睛都不眨 嗯 毛主席当年的厨师 后来做过中南海的这个总厨师长 程汝铭啊 给毛主席做做做做饭做了一些年啊 他做的红烧肉 毛主席特喜欢吃 程汝铭后来不就回忆吗 说八十年 整个八十年代 北京机场每天都有飞机从法国 专门运了上好的这个牛排的原料 不是眼肉啊 这我估计可能就是眼肉上脑啊 就这些东西 就最好的部位 嗯 最好的这牛排的原料 每天从法国运到北京来 每天接机的是两辆车 到机场接这个飞机 两辆车去接 接这个牛排的 一辆呢 是马克思姆西餐厅 北京马克思姆餐厅 当年的最牛的 他说比老莫还要牛 马克思姆西餐厅 还有一辆车是哪的呢 中南海的 吃小牛肉 吃牛排 吃牛角包 这都是二十年代初 在法国 美西蒙音乐 这个清宫简学期间 小平同志的最爱哟 当然了 上有好者下壁渗烟呢 你吃的我们也吃啊 最后干脆吧 就每天一个专机过来 每天一辆车 供应中南海 那这钱怎么就有了 这也都用外汇 这也要啊 是不是啊 屁股底下就觉得自己是上海轿车不够打次了 然后还有一次偶然的事故 接一个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国家元首的时候 这个这个这个当时这个迎宾 李宾车对不都是大红旗吗 结果说在长安街上有一辆车抛锚 最后就汇报商 你说国际影响不好 怎么怎么样怎么样 啊 然后怎么样 就开始了嘛 你就说 85年 1985年就20亿美元就买家车 就换 奔驰加日本的皇冠 所以那时候有句话说叫有钱叫鸡 无钱吃饭 包括军 有钱叫鸡 无钱吃饭 他是有钱吃饭 没钱造飞机 包括军队都要忍耐 那时候中国的军队到了什么程度了 就不说了吧 就不说了 按照有些网友的话说 叫什么叫叫这个人家才不管 先痛痛快快的吃着进口的小牛肉 把进口的小牛肉吃进嘴再说 先把我这个核心地位确立了再说 那么核心地位确立了之后 你得有四两八柱是不是 好 先把这些老干部都给收买过来再说 那么按照当时邓亚平的说法就是 以前凡是不对我思路的 不符合我的思路的 就都是错的 就都得改过来 这是一个 第二个用李先念的话说 李先念后来的时候跟陈云两个人不站在一起 跟邓亚平 你现在有一次跟陈云说说 我是看清楚了 我现在是彻底看清楚了 毛主席当年说这个 为什么说这个这个 把那个贺鲁晓夫 哈哈哈哈 他就是贺鲁晓夫 分明他就见了贺鲁晓夫 我现在是看明白 凡是毛主席说对的东西 他都是说错 凡是毛主席反对的东西 都是他要干的 他要赞成 他就是跟着毛主席对着干的 中国的贺鲁晓夫 李先念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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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中前几年也 也都把这个事看得明明白白了 也明明白白了 那你不按照我的思路去办的话 那怎么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哎 好 吃牛肉有钱 给老干部 说白老干部们是有钱 搞科研没有钱 搞军事工业没有钱 这都没有 那时候 中国科学院那时候 你像柳传志堂所在的中国科学院 我说有的时候发工资都困难 但是当时 号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科学春天 科学春天在中央那时候 胡耀旺在邓小平收集之下 或者说这个 在邓小平邓和新的指挥之下 胡耀旺当时给中国科学院 还做过好事呢 啊 干嘛呢 出钱了 给科学院 出钱干嘛呢 不是让你搞科研 哈哈 胡耀旺当时 批的拨款给中国科学院建房子 解决了不少科学院这些知识分子的住房问题 到现在为止很多老科研工作者 回起当年还说呢 当年要帮过我们批的房子 回往以下做中国科学院的月亮 还说给我们放拨钱 给我们建房子 改善我们居住条件 但是搞科研没有钱 没有钱 科研拨款没那么多 你得忍 象征性你拨点就不错了 就不错了 所以 整个中国的20世纪的80年代 人家给概括叫核武停产 军备废驰 科技不要 孩子少生 一门心思搞经济 全民下海向前看 什么赚钱 干什么 哪怕 卖皮卖肉 那现在几十年过来之后 我们知道导致了什么灾难性的后果了吧 所以 总结一下就是改革开放 事实上尤其前30年 就是中国科学研究的那场噩梦 当时概括的就是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口头语叫搞导弹的不如卖插鸡蛋的 多少军事院系院所啊那些个科研人员什么这些人有一击之肠子啊什么的那都纷纷的去下海去走学去赚点口粮钱 我当初一个朋友的岳父就是在军口的七字头的一个研究所里面做这个研究员的一个老人家 那个时候就发不出工资了甚至都 最后怎么样 他俄语特别好 然后家又在东北 然后呢 因为俄语好 就被人家跑中 苏 中俄 那时候叫中苏吧那时候苏联还没解体啊那是九零年年底是九一年年初的事啊 苏联还没解体 那时候中这个黑中江和苏联远东地区那个边境贸易及其活跃的时候 他就被人老板给请给他做翻译给老板做翻译就到俄罗斯去给人做翻译去 在研究所这边请了假 单位也知道他干嘛去了 但也没办法呀 他总得又挣点口粮花 是不是啊 挣点口粮钱 就这么的 就明着暗着的 反正单位领导也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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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老人家就开始跟人家当翻译 就常年跑苏联 隔岁差不多跑苏联 有一次忽然间一个电话来了 我那个朋友后来找到我了 说你得陪我去他 我们两口子 他把这人生例物说 我说我也不熟 但是他说你逼我们闯的 你带着我们走一走 我陪着他们夫妻两个人 那是最冷的 那天冬天怎么那么冷 到了黑龙江省 隋盆河市 中苏边境的那个城市 一座小山城 我现在想 哎呦那简直他把破败了 那那个冬天也反正也是特别凄凉 那种景象 到这等了一天 找到他们所谓的外贸公司 在这人 然后等了一天拿到了这个证什么 到过境到纳沃德卡 叫纳沃德卡那个地方 那个城市 然后接到了人 接那老人家在这出的事 车祸 他坐着一个苏联人开的车 而这个苏联人是当年一个赛车手 然后他大冬天在山路上跑的时候就撞门了 人都碎了 就那样一个老知识分子 一个老科研人员 最后就为了一口 一点口粮钱 把命都抛在了一国大乡 就这样的悲剧 那太多了 那个时候 太多了 这就是所谓的当年的科学的春天的最真实的写照 叶永烈曾经拍过一个电影 70年代末的时候 叶永烈做编导 一个科教片叫向宇宙进军 上海科学科教电影制片场拍的 整个这个片就介绍宇宙飞船 运载火箭人造卫星这些事 然后他那个里面用着大量的镜头 记录了当时中国训练宇航员的事 都有时候现在神州13号 怎么在这怎么样 这个事70年代早都搞了 那时候中国 叶永烈那个电影里就真实的记录了 当时他们知道这个事 他们知道中国在训练宇航员 很希望能够拍 但是不可能 那绝对保命 但是后来叶永烈他们碰了 这个这个钱一森知道这个事 钱一森当年是国防科工 国防科委的副主任 和七级部的这个副部长 所以钱一森批准了他们 叶永烈就率领这个设字组 在1979年的4月份 进入到了中国航天训练基地 拍了半个月 就是现在大家你看 12号13号上天 中央台放了很多很多那些 就是他们怎么训练在水里的 或者什么养仓啊什么什么 一切那些东西当时全有了 甚至当时 就是你看现在他们几个在上吃饭 我那天看个视频 说怎么吃的饭什么 就整个那些东西 那个菜谱当年全搞出来了 并且他的电影里都有那样的镜头 就是那训练的宇航员 模拟的在那样的环境下 怎么样用餐 吃的什么用 压缩饼干 牛肉汤 羊粥炒饭 鱼香肉丝 鱼香肉丝 就电影里都有啊 1979年拍的 就是人家正常训练的时候 他们拍出来的东西 中国的宇航员 结果后来怎么样 后来被封杀 整个这电影被封杀 最后胶片都给销毁了 连上一公开上映都没等着 让他公开上映 胶片都销毁 现在又说了 要找叶永烈后来不就找吗 他希望他上那厂里去找交易 要交易都没有 最后就找到了一些照片 就当年的一些剧照 一些剧照 你就说 你就想一想 便在里面 钱月森都出镜了 钱月森在那电影里都出镜了 最后这电影就是这样一个结局 大家知道什么是科学的春天了吧 啊 哈哈哈哈 有人骂 有网友骂 是狗屁科学的春天 那时候什么科学的春天 人体科学 人体特异功能 气功 是不是 延年益寿 养生 什么 养生的 红茶菌 鸡血疗法 甩手疗法 气功大师 伊丽大师 整个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横行无际 那个时候 轮子不也那时候搞 也不就那时候出了 就这些个科学 所谓的科学 那是他们的春天 所以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韬光养晦 为了向主子表忠心 让美国人彻底的放心 戴亚平干脆那时候直接躺倒了 直接就躺平了 就是躺平了 就是躺平 所以你说戴亚平 他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 加机会主义 加享乐主义 享乐主义的一个买中国的买办的头子吗 所以人家说 邓那个眼光 跟他的身高是 等比例的 真的是等比例的 而恰恰就是邓小平这样的人 主导下的那个所有的科学的春天里头 才能够生出这样的一个柳传志 杀出了这么一个柳传志的 然后就按照那个春天的逻辑 是不是 然后就开始 实用主义 技会主义 倒卖倒卖 挣块钱 发家致富 那他怎么可能 不顺风顺水呢 大家去检算一下 那个时候中国的核潜艇是谁啊 你问我黄旭华怎么回忆的 看个运时 看个运时最后 那那那悲惨的那个结局 看个那汽车赵贾阳来的会上 怎么样跟姚斌说的 饶斌 一气的这个创始人吗 当年 怎么跟饶斌说呢 告诉他 怎么样让他 红旗怎么下马 你那红旗优惑大 速度慢不可靠 停了吧 那以后怎么办呢 饶斌就问他 说以后就进口啊 赵贾阳说以后就进口啊 就这么两句话 就把红旗叫车就彻底给砍了 就开始买车了 就开始买车了 其他 那大家再往搜 那整个 那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时候 到了什么程度了 都到了什么程度 最后了 你也说什么 最后真正的 让中国人民 翻翻翻转悔悟 让中国今天 还能够挺到今天 还建党一百周年 到现在只跟美国 还敢平视美国 什么 人说的 总结的是 苏联的解体 和美国 九九年 炸中国大使馆 是对中国最大的帮助 一九九六年 台海卫机 这李登辉 是救了中国的国防工业 说特朗普 救了中国的电子工业 没有特朗普 能够对芯片中国的封杀 我们现在能这样的国家 下这么大的一天 要公关 要搞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一看 那说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那我们现在看一看 改开三十年 四十年到现在来之 是共产党自我反省 然后才有了中国的幡然悔悟 然后慢慢的走上正轨 后来军舰下脚了 然后等等这些东西 不是 是被反对势力倒逼出来的 不然你他妈就快灰飞烟灭了 这罪恶的改开 一说这就生气 你想新的历史决议 光辉灿烂的改革开放新时代 改革开放新时期 所以不是替柳传志辩护 柳传志那样的环境下 他可能也只能这么干 才可能有今天的这个联想 他像任正非那么干的话 可能柳传志现在可能早 他们都退休了 就这一老头 什么什么七千万年薪呢 你越拿七千块钱不错了 所以我说柳传志是邓雅飞的亲儿 是中国这个 邓氏改开科学的春天里 长出的一株正宗的大毒草 谢谢大家